翻来转去的话,也可以达到进射的结果 其实可以在修改里面的3D作业,里面也叫3D的进射 3D进射怎么使用呢?其实它的流程都一样 差别是说我们不用转来转去,但是会多一个动作 就是会多一个XY还有一个Z,2D的进射只有XY,两点就好了 可是3D进射要3点,3点才是一个面 所以第一个他会问你,请你选择物件,我选这两个 选这两个的话,你可以用逐步先点一个再点一个,或者是两个一起选 这个好像要两个一起选,比较容易碰到别的东西 所以你可以点一个,点两个 这边会出现找到共两个,按空白键 找到了之后,再来它会出现什么呢? 请你告诉我,那个什么,进射的一个面,就不是两点,而是三点 所以请你怎么样?这边会预设是三点,那请你点一下三点 哪三点呢?第一点我们在左边这一点,一定是终点 第二点在哪里呢?也是这个终点 第三点在哪里呢?在下面的终点 所以特别注意,一样是三角形 这一点,第三点 那是否删除来源呢?当然否,你就点否,或按空白键 OK,你会发现另外一边就出来了 那我们把它转过去,到那个东北看一下 OK,那应该没问题,转出来应该会在这个面上面,没问题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是所谓的3D的,在那个哪里呢?修改里面的3D作业里面的3D进射 OK,3D进射 那这个,这上面没有,这个实体编,这个硕形里面只有3D对齐,3D阵列,旋转移动 它没有那个3D的进射 OK,那我想各位试试看这部分,先用2D的部分试试看 再用3D,那当然一样的方法,你也可以试试看 把这个什么呢?这个也可以做尽射,这个硕形的 那再等一下我们来看圆球,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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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